Miradio Miradio 今年大約五月份左右 行政會議成員 湯十一 十一哥湯家驊 接受媒體的訪問 公開支持林鄭月娥留任 她認為香港有史以來 這麼多個特首 這幾個特首 林鄭月娥是最開放的一個特首 什麼叫開放呢 如果你用湯家驊開放的標準 她以民意為敵 強推這個逃犯條例修訂組案 搞到天路人怨 然後掀起一場波瀾撞闊的反政府運動 這個叫開放 接著由於有百幾萬人上街 接著也有些勇武青年 出現一些暴力的行為 這些所謂行為 但是這些暴力行為 就是因為警暴在先 你們的警察殺紅了眼 又開槍殺人 殺不死 對著那些年輕人兜心口開槍 拿著那些警棍 不斷吐 你警暴出現之後 那些年輕人就跟你以暴逆暴 大佬簡單 你又721又831 那個警暴在哪裡來的呢 好了 這些叫黑暴 你的湯家驊還要支持他 還有 在那裡裝作 引用西方的一句言語 The never you know better than the never you don't 你 你跟認識的魔鬼打交道 好過跟不認識的魔鬼打交道 林鄭就說是魔鬼 然後就被梁振英的契弟 叫做張志剛 不是梁振英 梁振英本身不是契弟 比契弟還差 被他的契弟叫做契弟 張志剛 就開拖 就吵架湯家驊 然後湯家驊就閉嘴 這個啟發了我 這個政府 基本上是魔鬼政府 基本上是 所有 你套用梁家傑一句說話 你發夢都想不到共產黨很壞成這樣 這是梁家傑說的 我當然不同意他這樣說 我們早就知道共產黨 比現在更壞都還可以 如果有獨力歷史就 這個梁振英 我叫他做689 這個名字我幫他改 我是立法會裏面第一個 在立法會 叫他仆街的 我還給他找黃定光 他的保鏢 去警察局說我打他 挺好笑的 那宗案件大家都知道 記憶猶新 這些是魔鬼 個個都是魔鬼 喂 你不認識梁振英這個魔鬼 湯家驊 你很熟悉這個賊婆 這個魔鬼 一定是魔鬼 但這個魔鬼 不是你說的可以留任 很開放的魔鬼 留不留任 對香港人有什麼關係 老實說 你那個是選舉 你那個是共產黨委任的委 等於 這不是選舉 不要在自己面上貼金 你說出來就被人笑 你資深大律師 你真是 你真是 是不是 最近那一宗 大家看到 是覺得很荒謬的事情 都可以發生的 你不靠近 那你那些監獄 那他們 有人入賣給他 所有坐牢的人 都有人 家人 入賣給他 糖果 那你全部 證教署有規定 哪些不可以進入 煙仔也不能進入 裡面有煙仔吃的 是監獄的煙 你不是在外面買一條 萬寶路進入監獄的煙 要用錢買的 用你的糧錢買的 煙仔在監獄已經是貨幣 進一些朱古力這些全部都可以 有些人可以進入多了 那又怎樣 原來不行 危害國家安全 這個很好笑 所以台長昨天有篇文叫 危害國家安全的朱古力 有些女抗爭者被判了坐牢 在監獄藏有朱古力、唇膏、髮夾 她說你這個 超出了那個糧 超出就超出了 大哥 超出你就沒收他 大哥 搞到要 紀律 在裡面用所謂監獄的紀律來處分 可能不一定要加監獄 或者罰你的事情 罰你多少天不能進入 或者罰什麼都不知道 whatever 朱古力、唇膏 然後懲教處處長說什麼 他說如果這樣搞下去 不只是感情 透過這些日用品 和其他在囚人士建立關係 這變成招攬他人 好像黑社會在裡面收人 那樣 黑社會在裡面收人 你都敢說 你這個胡英明 你真是 這些又是食屎狗 喂 現在那些香港官員 以前 都有個人樣 現在全部都變了鬼 你知道嗎 你作為一個懲教處處長 你怎麼可以說這句話 對吧 你說他入了多些東西 朱古力多了 他用朱古力來給其他人 請人吃 這就叫招攬 收人 就像黑社會收人一樣 原來你被監獄有黑社會收人嗎 監獄有一個潛規則 就是你一入監獄的時候 就會問你有沒有入黑社會 問你是哪一方 你14K的 和姓和的 你哪裏的 這樣 他將你分堆 他不是說你入了黑社會 他裡面罰你 他方便管你 你是14K的 那你去14K那邊 你是和姓和的 和姓和那邊 這樣 你明白嗎 那這些是不是叫收人 監獄裡面 一向都是這些潛規則 因為你方便管你 你把那些不同幫派的人 放在一個倉 他隨時打架 你做過柳記的那些都知道 是不是 你把這個 他的勢力就是這樣形成的 他整句話是這樣說的 發展下去 就不是感情那麼簡單 就是變作招攬他人 勢力就是這樣形成 以前黑社會就是這樣收人 那我現在告訴你 黑社會這樣收人嗎 黑社會收人就是你監獄處 收人 你把他分幫分派方便管理 你沒有的 你沒有加入過黑社會 那你另外一堆 是這樣的 另外有些黑社會 這個沒有跟人的 在裡面 收人 要你跟他 那這個是犯法的 那這個犯法 原來你事而不見 這個胡英明是不是應該去吃屎 他 是吧 二十多萬一個月 跟著這個鄧炳強更離譜 是吧 即是胡英明那種說法已經很離譜 你作為一個懲教處處長 你講一些完全沒有專業 沒有專業知識的說話 是吧 朱古力跟黑社會收人 有什麼關係 請問 然後這個保安局長很厲害 前天 他說監獄裏面 就算多了一粒朱古力 都是一種特權 透過食物供應招攬追隨者 令人更加憎恨政府 我屌你後尾這個 真的 我照讀他這句話 這個人你也要屌他 一起屌吧 是吧 透過食物供應招攬追隨者 就可以令人更加憎恨政府 這麼好笑的 這是什麼邏輯來的 鄧炳強 你哪有資格去做保安局長啊 大哥 沒有 在監獄裏面 多幾粒朱古力 送給那些囚人吃 那就是招攬他們 跟著可以憎恨政府 是吧 跟著又說這個612基金 寄信給那些在囚人士 就是在監獄裏面 散播危害國家安全的種子啊 你告訴我 香港有什麼法律 一個這樣的保安局長 可以把這個612基金 譬如他呼籲一些人 或者612基金寄一些信 去慰問一下在囚人士 就要說成這些 就是散播危害國家安全的種子啊 那你的國家安全 真是脆弱到不得了啊 我覺得應該拉鄧炳強去槍斃啊 你那些藍絲 或者那些親共的人 應該舉報鄧炳強啊 他正言若反啊 現在是 他醜化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啊 社會主義祖國 現在堂堂世界第二大強國 超級強國 是嗎 那個經濟生產總值的GDP 是全世界排第二 就來追上美國 全世界第一 有14億人口 有380萬解放軍 有9千多萬黨員 忠稱的黨員 屌尼老尾 喂 寫幾封信進去 慰問一下那些囚友 就會散播危害國家安全總子 喂 你擦鞋 擦到這樣 是懂得其反的 鄧炳強 你等於屌共產黨屎乎 鄧炳強 你知道嗎 我真是想起床 鄧炳強PK等屌共產黨屎乎 你擦脫勞 大家不適合看 神入 現在正在爆屎 在屌尿人 OK 我不會像有些 現在寫的雜文那些 在嘲笑鄧炳強 真是厲害了 這個邏輯 從而蜜蜜蜜 從而蜜蜜 那個因果關係 你浪費氣了 他就是 你說這些說話 就等於屌共產黨屎乎 要舉報他 拉救他 這個就真是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他說這些 除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也觸犯國安法裏 令到別人憎恨政府 越多鄧炳強這些人 或者鄧炳強這些言論 幾顆朱古力 就是 喂 還有寫封信 很多時候都呼籲 人們寫信進去 就等於我們當時 立法會議員 那些人寫信 或者向裡面的監防要求 那些立法會議員去探望他 那我們又 散播危害 國家安全的總指 又進去探望他 你真是 幾顆朱古力 給幾顆朱古力 就可以 令到那些人憎恨政府 我不明白那邏輯在哪裏 鄧先生 那邏輯在哪裏呢 給幾顆朱古力 這麼大威力 你有沒有看過賭神 賭神瘋了的時候 沒了記憶的時候 他就靠吃朱古力 變回賭神 所以 其實黃晶拍這麼多戲 這部我覺得最厲害的 當然要靠周潤發的演繹 喂 傻傻奸奸奸 都可以變成賭神 真是朱古力 你的傻子拍過戲 你也看過賭神 那你就覺得朱古力的威力很大 你真的被黃晶洗腦了 黃晶那個拍戲而已 還要靠周潤發 發歌的演繹 你和成龍那麼好朋友 和譚詠麟那麼好朋友 你都中毒了 被人洗腦 原來朱古力這麼厲害 賭神 他都掉了 傻傻奸奸 一拍了朱古力之後 就變回賭神 所以 就害死你 你就覺得幾顆朱古力 就要令到 傻傻奸奸 他就變成賭神 你拍幾顆朱古力 他就變成賭神 有沒有看過這部戲 是不是 我覺得黃晶拍過的商業片 最拍得好就是這部 我告訴你 這部戲是收很多錢的 這部戲 曾幾何時 是台灣當年 賣座冠軍 就是賭神 為什麼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那時候我看著他們 在搞這部戲 為什麼不知道 就是 很生氣 好笑 這麼白癡的人 做保安局長 幾顆朱古力 就可以令到大家 爭行政府 真是發達 所以就不讓你 有太多的朱古力 那你不如一顆也不要給他 他自己吃完 都會爭行政府 因為 什麼邏輯呢 這些 你輸又不讀 滿腳牛屎 你只會哭打哭殺 你想到你哭打哭殺 就是因為你有個共產黨在上面 你試試你沒有了共產黨在上面 你哭打哭殺 是不是 那些人憎恨政府 是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 這個是很清楚的 鄧先生 你想屈什麼 你想屈些監犯 屈他什麼 不如加監 612基金寫信進去 就叫散播 這個危害國家安全總辭 國家安全這麼脆弱 你這種說法 第一就是令到 香港人更加憎恨政府 用你們的邏輯 就等於你觸犯國安法 鄧炳強觸犯國安法 是嗎 有謝忻